Hello 姐妹们好 这条裙子终于等到它了 深邃系列的背心裙 老粉应该不陌生的是这个蓝色 那就是之前非常非常有低调光泽的蓝宝石的一个颜色 但是这个白色做出来以后真的是再一次惊艳到我 不过要说的一点 白色的话因为它的本身面料是很薄很凉 然后会有一点点微透 所以这条里面就有多一个内衬 保证它的不透性 然后远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有个分层的一个感觉 我自己觉得这样的设计还蛮飘逸 蛮有设计感 不会觉得整条是白色 但是这个蓝色它就是单层的 所以的话两个颜色是有所区别的 这一块料子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它的故事了 如果你是爱漂亮 但是你又怕麻烦 很爱偷懒的 这一种料子值得你多关注一点 之前一个的剪裁 它其实蛮包袱的 因为我的肩宽有四十四 所以我自己对大家的了解来说 就我们这种的情况 其实大家的效果都不会太长 接下来我们来做不同风格的一个穿搭 一件断面的裙子 我们来试试看多种场合应用的穿搭下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化学反应 第一套呢 我想遵循它自己面料的特色 所以第一件呢 我搭的是一个短袖的 这种滑感的小香风的外套 然后我再配一个同色系的包包 这一套上半穿是很合适的 而且短袖的一个西装 再加上高腰的一个设计 配上这种裙子 小个子穿起来会非常显高 这一套裙子是我自己很喜欢穿的 而且肚子啊 屁股啊之类的裙子 都可以给你搞得明白 后面有黑叉哦 走路实在非常方便 第二套呢 我搭配的是 我平时比较喜欢穿的那种 有点文艺 然后松松垮垮的感觉 这个外套很宽哦 我这边看的话就是宽宽大发 但是呢 我们袖子一旦玩起来以后 其实它的整个腰线就会上你一些 然后这种颜色是那种奇异果绿 非常非常的显摆 这件的话上面是有很多种立体的航线去做的 宽宽大发像个袍子一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中间这个裙子 因为它是一个束身的 被外套内宅的这个模型建立起来之后 我觉得还蛮不违合的 这件西服我穿过贯很宽松 我要记得去买个最小码哦 这件的断片因为不会那么的亮 所以在搭休闲风格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蛮得心一手 搭个帮羞猫 配一个我自己的私服牛仔装 下面配一个这种休闲的 鱼子来穿 也很符合秋天的一个穿着环境 这件的话可以从春天夏天秋天 过渡到三个季节来穿 因为叠穿我觉得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好手 夏天单穿的时候 我觉得就很精彩了 像我手臂条件还可以 我就会直接这样穿出去 但是我会去带一个就是预寒空调 或者是说有时候偶尔可以这样 挡一下防晒的一种开衫 自己有三件比较备用的选择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这件的话是一个很漂亮的 一个竖条纹的 有点像蕾丝衫 但是没有那么甜的一个图案 这件穿上身非常鲜瘦 因为它是有点镂空的感觉 所以穿起来一点都不闷热 然后我整个的身子就在里面扮 在搭这种白色的时候呢 它这个坑条纹会显得更加明显一些 我其实是蛮难得会喜欢这种 比较熟女的风格的 但这件是蛮错误的心 我自己想象的话就是 如果去搭一些那种很宽的牛仔裤 它应该也能穿出很中型的感觉 这件的线条感 我觉得细看可能会更加喜欢一些 这个是远处啊 搭上去的一个效果 给你们看看它近看的效果吧 或者是像这种衬衫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白色是万能色 鞋跟什么颜色搭配 它都会显得那种彩色更加干净一些 所以这个衬衫好像只有四个颜色吧 就看你自己的心情吧 怎么搭都可以 好舒服 还有就是这个水面模式的 因为它就是折完之后 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我出差的话 我就可以放在我的包包里面 随身搭配的 这个跟第一件的区别 就在于它会更薄一些 第一件的话也相对有点毛感 就这样很简单的打的话 因为它也不会过渡到中间来 这也是这种黄色 穿起来的一个效果 强力推荐白色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觉得它很适合夏季 另外呢它的百搭程度 肯定是会比那个藏青色 上好几层楼的 那接下来我来试一下 藏青色的穿搭 它的路线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个藏青色 很简单的那种油包感 但是很妙的是这个蓝色 它是一种哑光的色系 这款的光泽是我这么多年试下来 就是挚爱的一款吧 然后这个是蓝色单穿的一个桑花 极简的衣服 如果剪裁的料子都能让一件中期的话 其实配饰就越简单越好 我们想到这个蓝色跟牛仔服搭也很好看 这个牛仔的吸水 是我越搭越有惊喜的那种 可以吧 而且好像特别瘦 比起这个白色搭配来讲 哎呀难以抉择 然后这个开衫 因为它是一个很短的开衫 我在搭配长裤子的时候 就经常肚子这一块会比较短一些 搭了连衣裙都没有觉得麻烦了 好像这个帮助行 去综合它这种断面带来的环利感 有点小女生的骨骼感 连衣裙拿来搭卫衣的效果也不错 特别是对于肚子比较大的女生 有的时候我们的腰头 就刚刚放在这个地方 就会这样一小块的全部涂出来 但是如果是连衣裙 它其实可以把这个曲线平得更好 再加上这种卫衣的一个外穿 就像说别穿神器也是胖胖 这个蓝色很低调 在那张里面就是 大概很显瘦的一个作用 再这么搭下去 感觉一个小时都不够用 这些是我上一期自留的 那个很新艳的那个水洗棉的外套 这道的话 无论是从颜色版型 还是说它的整个搭配程度上来讲 我觉得都上上层 所以今天这一集 我只推荐它一个 算是一个神裙系列吧 它最强烈的还是那个体感 非常的冰凉 第二个是它的好搭理 最后最后才是它的颜质 今天这条就推荐到这里了 拜拜